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杜晨云 今天要教大家 湿寒体质如何调理 常常我还没开口问你的时候 有朋友就会跟我说 医生我体质又湿又寒 要怎么样调理 尤其是女生 很在意体质的湿寒 寒性体质 已经让你够难受的 湿性体质又会让你看起来 比较臃肿肥胖 你们说说看 我们怎么能不照顾 自己寒湿的身体呢 寒湿的体质如何辨别 第一个你一定要 比较容易怕冷 手脚怕冷或者是肚腹怕冷 这个都是寒性体质的一个特征 那湿性体质的人 就会显得比较容易臃肿肥胖 哪怕他看起来骨架子都是瘦的 可是感觉就是皮肤会泡泡的 下半身会比较水肿 显得比较是络梨型的身材 这些是湿性体质 那么寒性体质加上湿性体质的寒湿呢 那就不得了了 除了让你看起来比较容易臃肿肥胖 人容易怕冷以外呢 包括你的精神也会比较差 体力比较不足 再来呢就是会有一些 因为寒湿引起的疾病 包括说像下半身的疾病 像女生的月经的问题啦 寒湿的朋友就比较容易有月经痛 月经不顺的困扰 再来就是肾脏的部分 寒湿体质的人呢 比较容易有尿多 水肿的状况 这些也都是要注意的 在中医里呢 我们怎么判断寒湿体质 大家都知道西医没有这个名词 对吧 寒湿体质呢也是中医所创出来的 而且是大家朗朗上口的 那你怎么样注意 除了以上的特征以外呢 还有一些小地方呢 是大家都可以学会了 像是我们把脉 把脉的部分呢 我们中医里面会说 你的脉是沉紧或者是滑 那这些我们一般朋友 可能没有经验做不到 但是呢 你可以看你的舌头 如果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把你的舌头伸出来 在镜子前照一下 你会发现你的舌头 看起来有点胖胖的 舌头两边都有齿痕 胎白厚 然后舌头的颜色呢 是属于比较白 或者是甚至是偏紫的 像这样的舌相呢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 自己每天观察 舌相的变化其实很多 所以呢 每天做一个记录呢 也可以了解你最近的身体 是属于寒湿呢 还是比较偏向健康的状态 寒湿的体质如何调理呢 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食疗运动 来改善你寒湿的体质 寒湿的体质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哦 其实透过你自己的注意观察跟改善 也是可以逆转的 所以朋友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那我们讲到寒湿要调理 当然要从两个方面下手啦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就是去湿 其实去湿呢 是很多人很想做的 因为去湿不止帮你的身体的水分排湿以外呢 你的人也会看起来身形比较轻盈 所以减肥的朋友们呢 一定很在意身体如何去湿 那去湿呢 有两块很重要要做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食物要做一个调整 第二个呢 一定是要从运动的方面去下手 才能根本又有效 第一个排水的食物呢 我们常常朗朗上口的 就是像是 蜴仁啦 冬瓜啦 生姜啦 这些都是可以帮你身体做一个排水 沥水的效果 这些食物呢 我们都可以与其他的食材同煮 那请各位要记得哦 这些食物也不需要过量 因为过量的时候 像是蜴仁啦 冬瓜啦 都显得有点寒凉 比较容易有伤脾胃之咸 但是生姜呢 又显得过燥热 所以也不能整天只喝生姜水 而不吃其他的食物 在我们一般的均衡的食物之上呢 你可以多添加一些沥水的食物呢 都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我们讲去湿最有效的 一定就是透过运动 各种运动都可以哦 可是一定要流汗 要流汗才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水分 除流不会过多 而不会显得臃肿 那讲到运动啦 很多朋友就会跟我讲说 医生我每天饭后都散步一小时 这样子为什么我都没有瘦 我也没有排水也没有流汗呢 是的 关键就在你没有出汗 其实温和的散步呢 对我们的四肢是有起到一个锻炼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要有效的排水 记得一定要有出汗的运动 所以你可能要考虑快走 或者是急走 那其他的运动呢 包括心肺的运动 跑步 骑脚踏车 或者是你有上健身房的习惯 或者有自己运动的习惯 不管你是做瑜伽 心肺或重量训练 记得一定要有排汗 你的心肺要够快 身体才会排汗 排汗了以后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才会平衡 寒湿体质的 我们刚刚处理的是沥水去湿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不是要去寒呢 那去寒的体质怎么做 当然啦 我们要注意的外在第一个就是要让身体保暖 许多女生呢 她怕自己胖 可是她又爱漂亮 穿的比较少 其实穿的少的时候呢 如果天气炎热是没问题的 我也很鼓励年轻的女孩子 成熟女孩子都应该爱美 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但是呢 如果你自觉最近身体比较怕冷 身体有一些比较臃肿的状况 记得一定要适当的戴好外套衣物 把自己的身体保暖 尤其是下半身跟四肢末端 手脚的保暖呢 可以帮助你的血液回流更加顺畅 身体就比较不会有寒相产生 第二个去寒的重点呢 就是从食物里改善 像我们位在洛杉矶 洛杉矶呢四季如下 都是偏热的天气 所以很多朋友们是不是 常常一杯冷饮不离手 然后天气一热呢 就想要吃冰解暑是不是 像这些比较冰冷的食物呢 虽然你在夏天饮用 但是它一样会造成你身体里的寒相 所以中医师常常讲说 务食生冷 寄生冷寒凉 也是有点道理的 如果你自己的体质属寒湿呢 建议你呢可以稍微克制一点 不要吃太多寒凉的食物 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并不是外面太阳大 你的身体就不会寒哦 寒湿体质的人呢 其实内在是寒的 所以要注意自己在内在的调养 那在食物的部分呢 除了我刚刚说的 寄生冷寒凉以外呢 还有一些小小的诀窍呢 也是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 寒凉的体质的 像我们说的 常常吃温性的食物 什么是温性的食物呢 像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 食物里我们炒菜的时候 要加葱姜蒜是不是 蔬菜是属于寒凉的 但是加入这些辛香料调味料的时候呢 就可以改变这些食物的属性 可以让它偏向温性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透过烹煮的方式也可以改变 比如说你是吃生菜沙拉 还是吃一盘热炒的青菜 大概这个答案就已经不问而名了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热炒的青菜呢 会属于偏温的食物 所以我们在食物的抉择上呢 如果你可以多选择温性的食物 加上适当的辛香料的调味的话 都可以让这些食物改变成温性 对于你的身体呢 就不会含上加含 也可以让你的体质可以慢慢的调适 含湿体质的朋友呢 一定要注意从食物跟运动这两块去调理 两边都是50% 50% 不要偏废 那在食物的部分呢 我很鼓励大家多利用一些小冰冰 可以帮你的食物呢 改变它的性能 我们说的小冰冰呢 就是我们刚提的这些辛香料跟调味料 我们常常用的葱 姜 蒜 还有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辣的时候呢 我们想到的是花椒 然后呢像是香菜 九层塔 很多的这些小小的植物 辛香植物呢 都是属于温性的 这些都可以改变我们食物的属性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体质属于韩式的人呢 在食物里不妨刻意添加这些辛香料 跟调味料 简单又方便 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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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